2015一開春在巴塞隆納MWC通訊展 就上演一場旗艦機大戰 到底是HTC M9賣相加 还是Samsung S6比较厉害 马上来瞧瞧 MWC双击火药库 大战一触即发 HTC One M9 金属防刮下下轿 记者在现场实际把玩这台M9 发现它的机身的质感比前一代M8好了很多 然后我发现说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已经是这一代强化性的玻璃了 用指甲就直接在一直上面用力的抠 它还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非常的惊人哦 来现在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针对HTC M9的部分呢 我是觉得说它延续了M8的金属边框 那在于所谓的一个这次还导入了双色的一个概念 让整个HTC M9的部分可以让它变更加 类似像金属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把Altra Pixel把它导入到前置镜头 那可以让我们在夜间拍照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餐厅自拍 跟朋友三五号自拍的时候 可以拍出更优雅的一些照片 然后亮度更加的清晰 我非常建议说在还没有入手HTC M8的朋友 可以直接来考虑直接入手HTC M9 因为它的配件非常多非常的好玩 那可以让你在极端的时间里面去看到更多的视觉 尤其是搭配W第二代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轻松使用 HTC这款虚拟实镜产品 本身内建70组以上镜头 看起来黑压压的很沉重 佩戴起来却很轻盈 它让你不只是坐着体验 还能走进去互动 这辈子绝不可能到达的喜马拉雅山峰顶 这一刻就能站上去 接着下一秒 瞬间穿越外太空 到了一颗燃烧的星球前 就像是电影情节一般